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需要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但其实不少的当然就是视像会议 其实所谓的网上形象 其实都只不过是我们平时个人形象的一种延伸 第一课就跟大家讲一讲setup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做一个视像会议 例如一个zoom meeting 打开电脑或用手机上网就可以了 但有很多做过的朋友可能都会感觉到 如果想做得好的话 或者想做得专业一点的话 事实其实并非你想象中这么简单 通常如果是我的话 我第一样就会去看看 究竟我的镜头有没有抹干净 无论是我的电脑或是我的手机都一定要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这些视像会议 它的解像度已经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不需要加一些面油 之后我会加一条耳机 我自己比较喜欢有线的一款 因为就不用怕可能蓝牙会有什么干扰之类 也不用怕没电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打一点点灯 甚至可以用一下日光的话 或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会差很远的 再者就可以检查一下 究竟在镜头拍到的范围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多余的垃圾 又或者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人在里面 记住把这些清理它 和收起它了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就是用插线的上网线 就不是用WiFi 为什么呢 因为讯号稳定性好一点之余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些视像会议 一些软体 其实本身已经有一些延期了 所以我们就做好我们的本分先了 最后就要确认一下 其实大家有没有足够的电源 才准备开始当日的视像会议 当然你说用手机的话 有没有带你的充电器 或者一个充电簿 那Laptop当然就是要带你的火牛 好了 在下一个环节 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配备方面 大家需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会和大家列一个小小的一个清单 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